国内疫情持续延烧 今天网路盛传 台北市内湖区的一间电视台 办公大楼内的员工是家属确诊 武汉肺炎 让大家真的是人心惶惶 最后网友在PTT上面发问说 那颗电视台是不是有消毒的八卦 甚至提及了球赛转播 没有球评只剩下主播独称的尴尬状况 网友还说了刚进这个大楼就被通知 除了既定要录影的人员 全公司采取停班措施 而这样的言论当然是引起了恐慌 不然在底下留言说 内湖附近很多科技业 难不成要上演全员逃走宗吗 此外这个电视台他就发声明说了 他澄清没有员工或员工的家属 确诊的状况 隔离这个也都是没有的 所以请大家不要散布不时的消息 而目前事先预先部署消毒 以及居家办公的规划 而据了解确诊者的家属 并非是电视台的员工 不过曾经到过电视台大楼恰工 因此这个电视台才会预作准